郑靖浩近期凭借浪漫速成班 摊上事业巅峰 与女友秀英的恋情也再度受到关注 交往超过十年的两人 近日再度被拍到合体参加音乐会 还被暂时情侣传达教科书 近期就有网站也票选出 最受欢迎韩星情侣Top8名单 金宇斌 申敏儿 景第六 柳军烈 惠丽第四 郑靖浩 秀英竟不是第一 而冠军则被这对顶级韩星情侣夺下 网站票选最受欢迎韩星情侣Top8 尹贤明 白真希 2013年因在齐皇后 誓言反派而走红的白真希 和尹贤明因合作韩剧《我的女儿》 秦四月而结缘 两人与2016年开始交往 至2023年已稳定交往七年 白真希和尹贤明向来非常低调 虽然从没贴出二人的合照 不过在他们的IG里 也能找到很多蛛丝马迹 除了时常上传相同背景的照片 也会一起出游和带着爱犬散步 另外 先前更有网友目击 两人在百货公司约会 当时尹贤明帮女友提着大包小包 非常贴心 两人2017年3月公开认爱 不过早在2016年1月就被拍到约会照 而同月尹贤明才刚宣布分手全昭明 让许多网友质疑 白真希就是尹贤明与全昭明感情破碎主因 2021年 有博主更爆料 曾与白真希传过绯闻的朴旭俊 过去本来与尹贤明交情深好 却在尹贤明疑似抢兄弟女友后 这段友谊也正式决裂 虽然尹贤明 白真希 朴旭俊 和全昭明四人凑综复杂的关系 从未经过当事者证实 不过尹贤明 白真希仍然不受传闻影响 交往至今7年 感情依然稳定 而去年尹贤明在参与节目 超人回来了时 被问及和女友都有这样的计划 生小孩吗 他也意味深长的回应 毕竟恋爱很久了 想必好消息也不远了 网站票选最受欢迎 韩星情侣Top7 李东辉 郑好娟 凭借请回答1988走红的李东辉 与犹豫游戏郑好娟 自2016年起即公开交往 勤奸长达七年 郑好娟过去提及李东辉 也甜蜜表示 真的是很好的前辈及朋友 是个很好的人 会鼓励我 就像是爸爸一样 身后感情不言而喻 去年郑好娟 勇多美国演员工会奖 戏剧类最佳女演员 讲 李东辉也一改低调个性 公开发现时祝贺女友 却挑选了郑好娟哭笑不得的有句照片 让网友都忍不住喷笑 郑好娟任爱演员李东辉 两人共同喜好为时尚 在友人牵线之下认识 虽然有着9岁的年龄差距 但却因为彼此都喜欢时尚而有共同话题 李东辉也曾在访问中提到 自己喜欢时尚穿搭 在跟郑好娟交流时 被女方在专业领域努力的样子迷住 继而亲近 然后成为恋人 两人还一起游日旅行 留下多张为彼此互拍的情侣视角照片 李东辉 郑好娟被目击 一起去美国歌手怪奇比利 在首尔举办的演唱会 在SNS上公开的照片与影片中 可以看到 戴着粉色口罩的郑好娟 开心的笑着 跳上跳下非常嗨 南韩娱乐圈内 是对大众好感度极高的情侣档 网站票选最受欢迎 韩星情侣Top6 我们的蓝调时光 金宇斌 申敏儿 金宇斌 申敏儿 过去合作服饰广告结缘 自2015年交往至今已长达8年 中间更一度经历金宇斌离癌 申敏儿仍然不离不弃 感情相当坚定 而近日金宇斌在IG上 公开分享过去治疗期间 留下的长发血针 无名纸上的戒指也引起热议 全网都敲碗着 这对神仙眷侣的婚讯 不过 这对顶级韩星情侣 却意外仅获得第6名 相当令人意外 网站票选最受欢迎 韩星情侣Top5 李光珠 李仙斌 在酒鬼都市女人们中 演出安朝夕一角的李仙斌 和李光珠 自2018年即公开热爱 交往至今 两人的感情相当稳定 在节目采访中 也不必会提起对方 近期两人被捕捉到 在美国约会的身影 差一颗头的罪门身高差 真的很可爱啊 李仙斌过去曾表示 李光珠是自己的理想型 之后他因此受邀在 Running Man与李光珠组 CP没想到再被问到 李想型是不是李光珠时 李仙斌答是 确遭测谎一电击 让李光珠相当傻眼 后来李光珠开玩笑 在节目上表示 我和李仙斌在交往 下周就发表结婚宣言 两人有趣的互动 也在当时引发热烈讨论 虽然节目上可能是节目效果 但李光珠和李仙斌 却也真的从前后被关系 发展成恋人 两人未避开外界目光 总是小心翼翼的见面 但对亲友并无隐藏 据说两人的好友 都知道他们正在热恋 李仙斌曾把李光珠 介绍给了自己的一人朋友们 而李光珠参加各种私人大 小聚会时也都带着女友 大方介绍李仙斌给亲友认识 李仙斌还在酒鬼都市 女人们幕后花絮中 被网友发现 大跳男友招派的文字舞 让网友倒忍不住笑道 李光珠交得好 深爱以来备受祝福的两人 也登上最受欢迎 韩星情侣Top5 网站票选 最受欢迎韩星情侣Top4 柳俊烈 惠丽 评请回答1988 相识相恋的柳俊烈 惠丽 近来也是越爱越大方 不仅被拍到一同观赏 怪奇比利演唱会 还被网友目击 一起去玩密室逃脱 交往近六年感情依旧超甜蜜 而去年柳俊烈生日 惠丽更大方送餐车 探班男友新剧拍摄 还写上 祝我爱的柳俊烈生日快乐 闪瞎正人 这次探班活动 也让粉丝梦回当年的狗幻语德善 纷纷留言 这么多年了 要多争执趁热的感情 才能一直在一起 原地结婚伴二位 沉入大家所言 如此情比金尖的二人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走进婚礼的殿堂呢 一整个期待住了 网站票选 最受欢迎韩星情侣 Top3 Seven 李多海 哈溜小天王 Seven与演员李多海 已公开交往八年 两人去年公开同框 是从2016年热爱以来 首次Seven表示 交往以来 两人从没有上传任何一张合照 唯一一张被拍到的合照 是来自狗仔媒体 这次受邀上节目 可说是史上第一次合体 节目上不断谈到 是Seven主动追求他 两人正式交往后 大约有近半年的时间 是秘密恋爱 大概在一年左右 飞出国约会时 还会一前一后分开前往 节目中谈起 Seven前一段 和女星朴韩星 交往12年的恋情 他们也开玩笑地说 李多海最长的恋爱 就是2到3年 而目前交往迈入 第8年的两人 也获选成为 最受欢迎韩星情侣 Top3 网站票选 最受欢迎韩星情侣 Top2 郑敬好 崔秀英 近日凭借浪漫速成班 事业攀上巅峰的 郑少女郑敬好 与少女时代成员秀英的 恋情早已众所皆知 两人自2012年交往至今 爱情长跑 11年的两人交往的 十分低调 极少公开同框秀恩爱 不过郑敬好秀英 经常被粉丝目击出门约会 也会在SNS上 互相留言或晒出 两人爱犬照 隔空放闪 是很受喜爱的圈内情侣 而日前又有粉丝偶遇 郑敬好与秀英 一起去看甜美都 李奎炯的音乐剧 疯狂理发师 两人同样戴着深蓝色帽子 穿着棕色系的大衣 分别搭配浅蓝色的 牛仔上衣 与牛仔裤 虽然不是同款的情侣装 但这种风格相似的 低调情侣穿搭 仍让许多粉丝 又被闪到 郑敬好在电影 整形帝王的发布会上 就有被问到结婚计划 郑敬好表示 虽然实际到了 自然就会结婚 但我们目前还没有 具体讨论过结婚的问题 现在也不太在意 大众的视线 我们交往那么多年 累积了许多回忆 它应该是我人生中 最常和我进行 争执对话的唯一一个人 一路从不被祝福 到现在成为众人 最期待结婚的 韩星情侣之一 这次更夺得 最受欢迎韩星情侣 Top2 所有粉丝都在期盼 这对长腿 CP从韩星情侣 升格韩星夫妇 网站票选最受欢迎韩星情侣 Top1 李中硕 IU 近期新诞生的韩星情侣 就属这对最受瞩目 李中硕 IU去年从多年好友 升格情人 去年年末公开认爱 同为大事韩星的两人 恋情备受祝福 近日李中硕受访时 更大方谈到IU 表示对方是世界上最好笑的人 还真情告白 一起迈入三世代的时期 我有许多烦恼 是从这位朋友身上获得安慰 并坦言为了女方 自己想成为更好 更成熟的人 让粉丝都被闪瞎 而两人也不负众望 夺下网站票选 最受欢迎韩星情侣 Top1